中獎金高達128萬的 Honey Video有故事的台灣徵見活動 首月主題四場的冠軍正式揭曉 猶如正哲的家裡山一舉奪下 而中華電信董事長謝忌茂 也親自頒獎 勇耀滿滿 當下我是完全收復出後來嚇到 然後一直覺得 到現在其實都還覺得 有點不可思議這樣 對啊 只是後來慢慢的 一直看到那個得獎名單 我自己的影片 然後看了兩三次之後 直到這一刻我才覺得 我是冠軍者 我們收到相當多的參賽者投稿 作品也令人驚豔 有紀錄宮頂的時候震撼的美景 也有探訪不為人知的旅遊景點 更有敘述最道地的風土人情的影片 作者們都將彼此眼中 不一樣的台灣呈現出來 給更多的民眾看見 那我們在一月的時候 我們的主題會是暖心 二月的時候我們的主題會 定為民俗記憶 那我們認為未來會有更多 更精彩的影片出現 拿下亞軍的是 施與庭團隊的嘉義三日 去友行程 而季軍則是盧俊凱的 懶人錄影 中華定信強調 就是要鼓勵素人拍片 一同為台灣影視產業 做出貢獻 我們希望鼓勵更多的創作者 又發揮他的創意 來探索台灣有故事的溫度 讓更多的台灣的民眾看到美好的台灣 協助台灣旅遊與觀光 然後推動文化產業 強調隨手拍拿百萬中華電信 也再次邀請全台民眾 一同用影像記錄台灣 透過您的鏡頭和Harmine Video 傳遞台灣 才有的故事 愛達電視綜合報導